今天是親民廉價的最後一天 目前國道大致是順暢的 但是在國五的部分已經湧現了車潮 尤其宜蘭到頭城北向時速不到40公里 公共局也整理了幾個異庸色的路頓 在國五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說車潮已經開始逐漸湧現 那車多的情況 我們預估會一直持續至晚上的10點過後 才會逐漸得到舒檢 在西部國道的部分 國一北向的新竹至湖口 以及國三的關係至大溪 大概是在下午2點過後 才會有車多的情況 那車潮會預估持續至晚上的8點過後 才會逐漸得到舒檢 公共局也規劃了舒應的措施 要提醒您下午2點到晚間的9點 國北向入口高承載管制 上午7點到晚上7點 國一湖維北向 以及國三民間雙向入口封閉 全天封閉 國一濮鹽系統 以及國三西濱北向入口等措施 請用路人上路之前 提前查一下路況的資訊